北京天气不太好 飞机延误了花几个小时 让我们来究竟 非常抱歉 这是张嘉义在一次发布会迟到后 对媒体的道歉 其实那时他已经是中国最吃香的大叔了 让媒体等个十分钟也无可厚非 但他还是忙不迭地道歉 这就是低调的张嘉义 2010年窝居中的宋思明一角 似乎拉开了中国大叔走红的大幕 而在这个大幕之下 站着的第一个人就是他 张嘉义 他熬了20年 硬是把微微驼背 左肩还有点下沉的病根 熬成了一种男人味 之后各种角色一直占据着黄金档 直到电影失恋33天 张嘉义的魅力版图再一次扩张 就是因为失恋 这么大点事 什么心里做事 二百五的脑子 加林黛玉的心就是你 现在这小男孩 情义千金 不敌兄不死了 你去怎一活 至于吗 不好意思 这等知性又俏皮的语言 不仅仅是电影里的张嘉义 才能说出来的 私底下张嘉义虽然少言 但是绝对知性 谦虚低调 也不敢当 这一哥太多了 当二哥吧 三哥也行 和韩国大叔的外放不同 中国的大叔们 似乎都更加内敛 但热情却丝毫不减 低调 机智 深情和自信 这些都是中国大叔的可爱之处 所以想要成为惹人爱的大叔 好好修炼 你也可以哦